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最终翻开生死部之后 重新合了起来 李高楼看着面前的李清庚和吴大利说 做好准备吧 三个小时之后爆炸 整个外部区域会全部打开 同时内部区域 就想获取外边的能量 从而出现一个入口 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距离最终的爆炸已经很近了 这个时候想要去改变什么 已然来不及 那么一切只能按照最开始的计划进行 没错 就是那个入口 波兰文明的老者跟李高楼说过 那个入口就是唯一的机会 李高楼必须要进入那个入口 抢在二十四小时之前 将核心区域的种子全部炸毁 否则的话 一旦二十四小时过去 核心区域彻底汲取了 来自于地球的能量 所有的种子会迅速的蜕变成为 最可怕的蜥蜴人 那个时候 灾难将真正降临了 李清更声音坚定 你放手去做 我会一直保护你 他的意思表达很清楚 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 真正明白 接下来局势究竟多么危险的人 都会知道现在李高楼如何重要 因为毁掉核心区域所有种子的办法 只有李高楼清楚 而事实上 这也是他从天坑之中得到的 吴大力现在是真慌了 我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的他呀 只想让自己活下来 他可不管什么爆炸不爆炸 什么暗黑者 什么黑暗者之类的 小李同学深吸了口气 给出了一个 让他简直无奈到了极点的办法 听天由命吧 就这么一句话 听天由命 吴大力差点没吐血了 可是他也只能接受啊 事实上 对于此刻的李高楼来说 这的确也是他现在的想法 因为他想不到一个 再怎么合适的办法了 如果说自己所有的努力 都白费了的话 也就是说地球将在 三十多个小时之后 进入到最为绝望的时刻 到了那个时候 包括自己的家人 朋友 再到那些平静生活的 所有人和物种 都会经历无法想象的灾难 那种事情 单是想一想 就会让人觉着十分的绝望 正是如此 所以现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既然有希望能够改变 这一切的话 李高楼只想拼尽全力 但是究竟能不能成功 确实真的只能像自己 刚刚说的那句话一样 听天由命吧 于是就在这最后紧要的关头 他们三个人在最为靠近核心区域的位置 让全部的电子狗保护在周围 毕竟接下来的爆炸到底有多可怕 谁都没法预料 唯一能做的只有全力保护好自己 就这样 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在最终海水完全将整个空间填满的时候 大海之上所有监测者的漩涡的目光 都有了片刻的凝滞 停止了 也就是说 某种改变马上就要开始 永生会的内部所有序列聚集在一起 他们显得异常激动 发冲命令 全体戒备 我们等待的时刻马上就来临了 在这样的时刻 也没办法他们不激动 永生会这个组织 从成立直到今天 他们始终在等待着 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幕 眼看着就在眼前 于是 整个永生会所有的力量都开始躁动 而另外一边 天蒙这边所有的人 同样打起全部的精神 何高安马上将一条命令 传达给所有人 全速前进 悬窝停了下来 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但这个时候必须要抢占先机 这总之是没错的 随着何高安的命令 天蒙这边集结起来的航船 全部朝着悬屋的位置 全速前进 之前压抑到极致的气氛 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 从华夏到美洲 再到北欧 所有的力量都已经开始爆发 面对着永生会 他们都很清楚 如果失败 那么人类的一切都将彻底的结束 因此在这种情绪的传递之下 所有人都开始躁动 吴大利啊 他至少到现在 还拥有外边部分的感知权 所以通过他那特殊的头盔 他可以接触到一些信息 已经开始贴合上边的隔离层了 最多三十分钟爆炸就会发生 没错 爆炸即将发生 却是没有办法阻拦 这是早都设定好的程序 可以说吴大利就好像只是个旁观者 好 我知道了 李高楼点了点头 随后他闭上了眼 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李高楼是努力的让自己变得平静下来 他非常清楚 爆炸结束之后将会面临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必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而吴大利这边 则是开始认真的倒计时 因为他的确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这样的话 或许还可以让李高楼有个准备 李清庚这个时候同样闭上了眼 他在努力的恢复着自己的力量 就像之前跟李高楼说的一样 他一定会保护好李高楼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时间就这样过去 最终随着吴大利开始 最后十秒钟倒计时的时候 两人同时瞪大了眼睛 大海之上 永生会已经调转船头的方向 而天蒙则是依旧悍然的冲过来 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或许马上就会发生碰撞 随着一个巨大的声音 突然之间响起 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恐怖至极 乃至让所有人的耳朵 都跟着轰鸣起来的声响 下一刻 巨浪从海底飞了起来 整个海面开始剧烈的摇晃 水花更好像是 直接冲击到了天空之上 靠近漩涡 最近处的永生会 好多的船只都被直接掀翻了 就算天蒙这边 也是东倒西外 不断的有船只跟着沉入海底 巨浪更是在眨眼之间 达到了几百米的高度 这种场面过去的时候 从来没人见过 以至于不论是永生会 还是天蒙 一个个全都无比的惊恐 而这个时候 想要逃避可来不及了 只能赢上去 也幸亏天蒙这边是更加外围的区域 所以相较于永生会船只的损耗 它们则是更低一些 饶是如此 场面陷入极度的混乱 所有人都没了方向感 之前明明有条不紊的一切 现在全部都乱了 海水差不多将每个人都淋湿 乃至吞没 等到最终停下来的时候 哪怕河高安都浑身湿透了 能够站在甲板上 也是因为一直都有人在护着它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它们距离漩涡中心比较远 不过这场爆炸引起的恐慌 就被另外一种惊骇所取代 因为所有人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从海水之中 缓缓露出来的东西 那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球体 表面上布满了坑洞 这都是之前爆炸所造成的 差不多两分钟左右 整个球体完全浮出了海面 那无法形容的巨大 仿佛一座大山一般 安安静静的 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态 这东西看不出任何异样 整片大海 所有人同样保持着绝对的寂静 因为没人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